老特拉夫德再次迎来C罗缺杀 北京时间是由21日凌晨 曼联坐镇主场 迎战亚特兰大等欧冠第三回合的比赛 开场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 连续被对手两次攻破城门 主帅索尔斯科亚面如死灰 下面是开场不久刚刚上运复出的拉什福德 为主队搬回一球 而马奎尔在比赛进到74分钟的时候 也是将攻折罪 将比分搬成了2比2平 但是显然一场平局并不足以让C罗满意 直接来到第80分钟 卢德加传舟起球 C罗偷球控门 这是C罗连续的三场欧冠破门 80分钟的时间 C罗再次为曼联队锁定胜局 又是一次绝杀进球 又是在最需要的时候 那个男人再次站得出来 那个你永远都可以信任的C罗 好 好 好